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文化自信》为我们提供了文化定理 从而为每一个现代中国人构筑起一座来自几千年历史积电 却始终生机勃勃 气象万千的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现时代的 正在进行时的 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自信是凝聚和引领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胜利前行的 华夏蓝宇碑文化艺术盛典活动 是认识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新时代新思想 文化新国 文化强国 健康中国战略目标 而打造的高端潮流IP 只为提高中国民族文化的继承和传承 提升群众文化作品的精神高度 文化内涵 艺术价值为追求目标 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提供一个圆梦的舞台 为更好推动蓝宇碑盛况 我们与北京广播电视台紧密合作 在北影拍摄基地 举办了春之运魅力风采 华夏蓝宇碑文艺会演专场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演播厅 举办了飞翼班中国华夏蓝杯专场 在北影拍摄基地做了实景秀场 同时还举办了迎中秋爱琴海文艺会演 美丽中国华夏蓝宇碑舞动华夏 魔力绽放个人专场秀 并推举优秀团队 参加了北京广播电视 非一般中国全西激光文化周的节目录制 及北京广播电视台 生活频道的北京人广告宣传片的拍摄 等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 在各项活动中 都体现了华夏蓝宇碑团队的艺术水准 和高颜值的职业素养 受到媒体及合作方的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11月份 在央视演播厅的年度总决赛 老师们更是精彩不断 你们对艺术精益求精 对舞台的敬畏之心 现场的配合度让我为之感动 你们身上折射出的光 使整个演播大厅更加璀璨和耀眼 华夏蓝宇碑是京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大家好 在过去的一年 罗兰经理进步很快 成长很多 蓝宇碑的市场美余度 已经建立起来 我相信 在2024年 蓝宇碑 在罗兰经理的领导之下 在雪清老师的指导帮助之下 在广大的舞蹈爱好者们的热情参与之下 会办得越来越好 会成为市场上 广大舞蹈爱好者们 追逐的最好的舞台 最后 祝我们到场的所有嘉宾 所有的老师 所有的舞蹈爱好者们 在新的一年 身体健康 万事如一 兴奉舞庆盛世 欢歌笑语迎青春 神舟春暖山河秀 华夏蓝宇 普新片 大家好 我是雪清 在青春到来之际 我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祝蓝宇碑的老师们 新春快乐 家人安康 在蓝宇碑的舞台上 祝福老师们的艺术之花 成青 2024年第二届华夏蓝宇碑 我们不见不散 华夏蓝宇碑的老师们 大家好 我是熊新瑞 在新春来临之际 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新春愉快 和家幸福 在2024年 让我们插上 华夏蓝宇碑的翅膀 在追求美好艺术生活的路上 越飞越高 祝第二届华夏蓝宇碑 越办越好 龙年行大运 蓝宇送祝福 在新的一年里 华夏蓝宇碑 组委会 全体员工 祝大家 一般风顺 万事兴隆 二龙腾飞 愉悦龙门 三杨开泰 龙祝登场 四季平安 出水芙蓉 五福霓门 龙福天下 六六大顺 龙光焕发 七星高照 鲜鲜向荣 八张来财 龙年大月 啪啪啪 九九同心 雍容华贵 十全十美 其乐人人 第二届华夏蓝宇碑 由你们的大人 共奸传 祝华夏蓝宇碑 越来越好 祝华夏蓝宇碑 越来越好 杨风舞蹈会 祝第二届华夏蓝宇碑 圆满成功 祝第二届华夏蓝宇碑 圆满成功 大股舞蹈 祝蓝宇碑 越来越好 第二届华夏蓝宇碑 华夏蓝宇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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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明澳家人 翠翼巨人 土导会 在这里 让我们祝贺 西一届蓝宇碑 圆满成功 祝愿西二届蓝宇碑 同学万里 朋友们来吧 华夏蓝宇碑 有广阔的舞台 有桌彩的活动 给你们的 都是满意 华夏蓝宇碑 就是我们的家 家长是雪晴 和卓兰两位大美女 他们有大爱 有单红 有格局 朋友们 来蓝宇碑吧 这里收获的是 惊喜 开心 和创意 吹随蓝宇 不离不信 请跟蓝宇 健康美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